缅甸,这个东南亚国家如今成为了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而最近有关缅甸的独立运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缅甸解体将会分裂成多少个国家呢?缅北四邦能否划归中国管辖? 订阅瑞丽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缅甸会分裂吗? 缅甸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国家,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总人口的80%的缅族,其他重要的民族,包括胆族、克伦族、克钦族、少数民族等,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 一部分民族曾经表达过独立的愿望。基于这种情况,缅甸的解体可能会导致多个民族寻求独立和建立自己的国家, 比如,善邦是缅甸的一个州邦,拥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善邦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独立运动,并设立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治的政府,因此,善邦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除了善邦,克伦族、克钦族等民族,也可能寻求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民族地区相对较为集中,拥有较为完整的地理界限,很可能成为独立国家的候选。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可能在解体后寻求自治或独立。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种情况,即缅甸的分裂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内战和冲突,一些民族在争夺领土,资源和政治权利时可能发生冲突,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和动荡。 除了民族关系,国际因素也会对缅甸的解体产生影响,缅甸的民国,特别是中国、泰国等,可能会介入并干预局势,这可能导致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影响地区稳定的外部因素。 缅甸的地缘战略 缅甸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与中国、印度、孟加拉国、老挝和泰国等国接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缅甸的分裂不仅会影响缅甸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会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 缅北四邦的归属 缅北四邦是指缅甸北部的克勤邦、善邦、克伦邦和亲邦,这些邦都是以非缅族为主的民族地区,也是缅甸的民族武装最活跃的地区。 缅北四邦与中国的云南省接壤,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经济和人口的联系,也是中国在缅甸的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所在。 缅北四邦的归属和前景,是缅甸分裂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一个缅甸。 缅甸的议题,缅北四邦能否划归中国管辖,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涉及到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以及缅北四邦的民族意识和自觉权。 从历史上看,缅北四邦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唐朝时期的南兆国、元朝时期的大理国、明朝时期的云南行省等。 但在清朝末期,由于英国的侵略和缅甸的扩张,缅北四邦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最终在1947年被划入缅甸的版图。 从现实上看,缅北四邦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好和合作,如中缅油气管道、中缅经济走廊等项目,都是在缅北四邦的范围内进行的。 而且,中国也是缅北四邦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也是缅北四邦的最大的援助和支持国。 从未来上看,缅北四邦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如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保障民族的权利和尊严,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和合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缅北四邦就一定会划归中国管辖,因为这也需要考虑到以下的因素。 缅甸政府和军方都不会轻易放弃缅北四邦的领土和主权,他们会是之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尊严。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维护和恢复对缅北四邦的控制和统治,他们也会寻求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也会对任何试图分裂缅甸的行为进行反击和报复。 中国政府和军方都不会轻易干涉缅北四邦的归属和前景,他们会视之为缅甸的内政和选择,他们会尊重和支持缅甸的稳定和发展,他们也会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和不干涉的政策。 他们也会对任何试图破坏中缅关系的行为进行警告和制止。 缅北四邦的民族和武装都不会轻易放弃缅北四邦的自主和自觉,他们会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争取和保障缅北四邦的自治和独立,他们也会寻求中国和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援助和协作。 善邦 邦位于缅甸东部,是缅甸最大的邦之一。 总面积约为15,9万平方公里。 胆族是该地区的主要民族,占总人口的约60%,胆族信仰佛教,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此外,善邦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如瓦族、克钦族、辽族等。 这些民族与胆族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维护着善邦的多元文化。 在民族关系方面,胆族与其他民族大致和谐相处,但受到政治、经济、资源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族之间存在矛盾。 克叶邦 克叶邦位于缅甸南部,总面积约为1万2千平方公里,克叶族是该邦的主体民族。 占总人口的约75%,克叶族信仰基督教和佛教。 此外,克伦族、孟族等少数民族也生活在克叶邦。 这些民族在克叶邦共同生活,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 在民族关系方面,各民族之间总体上和睦相处,但受到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克伦邦 克伦邦位于缅甸东南部,总面积约为1万4千平方公里,克伦族是该邦的主要民族,占总人口的约65%, 克伦族信仰基督教和佛教。 此外,胆族、客亲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生活在克伦邦。 这些民族共同构成了克伦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在民族关系方面,各民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尊重、融洽相处,但受到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孟邦 位于缅甸西部,总面积约为4万平方公里,孟族是该邦的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约80%,孟族信仰基督教。 此外,孟加拉族、罗兴亚族等少数民族也生活在蒙邦,这些民族共同维护着蒙邦的多元文化。 在民族关系方面,各民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尊重、融洽相处,但受到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总的来说,缅甸四个邦的民族构成丰富多样,受到历史、地理、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族之间还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了解和研究缅甸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由于各自主体、民族人口多,对大缅族主义的排斥,这四个邦目前都不在缅甸政府军统领范围,都是各自地方武装管辖自治。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现在完全可以说。缅甸正在成为一个火药桶和定时炸弹,有进入全国内战的危险,历史上的缅甸其实一直都很乱,而且乱得非常有特色,而自二战后期之后就长期处于不稳定态势, 以至于被军政府长期统治。而今年爆发的动乱显然是出乎了缅甸来军政府的预料之外,现在的果敢问题不过是最微小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却是,缅甸来军政府与支持民选政府昂山素季的保卫军之间对于缅甸最高权力的争夺,而且有将中国、美国、日本、印度都席卷进来的可能。 实际上,自昂山素季上台之后,缅甸社会局势得以稳定,民选政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军方实际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 不过是退居幕后而已,民选政府并没有能力和资格控制军队,军方与民选政府达成了某种政治平衡,而平衡一旦打破,受损失的必然是民选政府。 在2021年军方与民选政府闹翻之后,缅甸来代表军方推翻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选政府,但这场军事政变并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军政府陷入孤立态势,在国内外饱受巨大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压力。 现在民选政府面与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下滑,民生困苦,军方腐败严重,更让军方担忧的就是地方的分裂势力和电炸问题,以及缅北四大家族之间的勾心斗角,还包括由此衍生的。 缅北四大家族与国感同盟军之间的恩怨,国感同盟军与克钦军之间的相互利用,国感同盟军与缅甸政府军之间的矛盾斗争, 缅甸政府军与包括克钦军在内的地方军阀之间的博弈,缅甸政府军与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之间的勾心斗角等等。 这还没算佛教所牵涉到的教派之争。 缅甸的领土分成七省七邦,省的架构直接归中央政府管辖,而邦更多是自治,并不听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些县世恩怨简直是一团乱马,这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无法解决的,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缅甸来才意图收复权力,打击地方实力派,但这一举错遭到了地方实力派强力抵制和反对,最初各个地方实力派彼此矛盾很深,还需要缅甸来军政府居中调和,这也是地方派系承认缅来为共主的原因。 但现在缅甸来开始对地方派进行削翻,这是地方实力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矛盾重重的各个地方实力派迅速结合到了一起,一起对抗缅甸来军政府,但地方实力派越是这样,缅甸来就越要打压,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实际上就是死结。 缅甸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既有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缅甸是中国一路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海上贸易通道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缅甸现在成了一个局,内战虽然是自己引发的,但外界很有可能就此介入,多方虎视眈眈,但都不愿意先入局,未来的缅甸局势会更加多变。 感谢观看